抗击疫情 物资保障是重要基础 是硬核力量 物流通畅 事关经济社会运行 影响着百姓的生活 辽宁是东北地区的海陆枢纽和咽喉通道 承担着重要的港口责任 枢纽责任 通道责任 可谓压力山大 我们要知重 负重 明则履则 在抗疫大局中展现担当作为 只有既精准防控失策 又提供良好服务 才能确保各出入口高效便捷 确保物流通道顺畅 只有物资保障充足 才能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我们的管理要严格精准分类 不能一刀切 要在规范的前提下便捷高效 想方设法提高通行效率 要与周边省区协调联动 全力保工稳价 我们的服务要精细化 人性化 货车司机等物流从业人员 是保障各类生产生活物资供应的重要力量 关系各行各业 涉及千家万户 事关抗疫大局 要像货运司机服务驿站那样 想得更周全 做得更周到 让货运司机安心 暖心